你現在聽的是懸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能夠認識到一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 topic是癌症的戰爭 是的 沒錯 相信大家都最近在傳媒有一個報道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Angela Jolie 大家都知道 Angela Jolie為了預防她將來可能會有乳癌 提早事先把自己的乳房全部切掉 當作一種預防將來乳癌的方法 大家一聽到這個都覺得有什麼感覺 很突然很驚嚇 當然在傳媒的報導說她是如何勇敢 為了她自己也這樣說 我不希望我庄囊我的兒女沒有了媽媽 所以我就會採取這個措施 其實她這種做法在過去都不是沒有人做的 是有人做的 但就不是一個普遍的做法 因為她在現在醫學上對乳癌方面 譬如有些乳癌有一種基因的成分 她患乳癌的機會會比一般人高很多 她發現她自己有這個問題 也發現她自己的阿醫也是有乳癌 死是乳癌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她就以為我做這個步驟是可以一了八了 即是有些叫做斬腳趾鼻沙蟲 中國人所謂這樣說 當然了 如果你發生在乳房那裡 你是可以用開刀開掉它 如果你發現發生在你的手那裡 你可能會把手都切掉它 但如果發生在你的頭那方面 腦那方面 你不可能把腦割掉它 所以其實到底這個方法是否一個 是好與不好呢 其實外面是有不同的見解的 但當然了 現在大眾傳媒通常說的是什麼 是說她很勇敢 可以做到這件事 而一般的調查 一般大眾對這件事的反應 都覺得她很勇敢 很偉大 但當然了 其實在我們有很多人的 例如在另類醫療或治療裏 發現這不是唯一最好的方法 其實可以這樣說 基因在我們身體上存在 不是代表那種基因有關的病 一定會發作 這件事其實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身體有很多癌細胞 可以說我們身體每個人 都有一個百萬的癌細胞 每天都出現了 但百萬之九十五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的人已經把癌細胞 控制了消滅了 所以另一種觀點就是 其實如果你覺得自己是一個高危的人 其實你應該在你自己的其他方面 生活方面 飲食方面 是儘量減低癌的發縮風險 因為癌到底不是一個流腫那麼簡單 其實癌是一個身體的一種求存方法 所以有些人說 這種做法很蠢的很傻的 為什麼不自己在其他方面 做多一些真正的預防方法呢 但也都有人知道 何利活在美國可能知道 這位影星的平時的生活方式 都不是一個很健康的生活方式 所以你要他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飲食方面做得好些 他未必做得到的 所以他就要出此下策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這種情況出現呢 很明顯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 癌症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死症 如果你不去及時處理他 大部分人的結果都是不好的結果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癌的戰爭 為什麼我用這個題目呢 原來是早在1971年 美國總統尼克遜 其實已經有一個很出名的宣言 就是向癌症宣戰 他在1971年 他就作出一個宣言 用我們的新的醫療科技 希望在六年之內 是可以找到治癌的手法的工具 就是成功可以跟治癌的 他那時候說 我們給我們的六年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有機會做得到 大家都記得當時之前 甘乃迪總統 都是因為跟那個蘇聯 是做了一個太空的競爭 是吧 就發現蘇聯一早就已經將一個 一個火箭成功發射 那美國人突然之間 哇 我們為什麼會美國人 在這方面這麼落後呢 那甘乃迪總統於是 就作出一個宣言 就說 希望在那個十年之內 我們美國人可以 將一個人登陸月球 其實這個是一個 當時尼克遜的心態都是這樣的 我們既然可以成功克服 我們那個月球 可以到達月球 我們其實癌來說 都是應該可以做得到的 但結果是不是這樣呢 好了 你看過結果 就完全就不是這樣一回事了 根據華爾加雜誌 2002年10月16日的報道 其實我們在用癌 對付癌的科研 治療方面 其實用了多少錢呢 用了兩兆億美元 兩兆億 兩兆億 兩兆億就是二百萬過一百萬 一兆億就是一百萬的一百萬 八萬富翁已經厲害了 一百萬的八萬富翁 所以我用的錢可以這樣說 是非常之龐大的 那錢通常哪個地方來呢 很明顯是我們的納稅人 病人 我們消費者 還有很多是我們所謂癌症的捐款 慈善團體 是收集了很多很多錢的 好了 我用了這麼多錢 其實有什麼成績呢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聽一般的醫生 或者藥廠的工業 還有很多癌症的企業 那些慈善團體 經常就這樣說 他說我們對癌的這場戰爭 其實我們是贏了的 起碼我們就快就有一種根治的方法 就很快了 就是轉角落就到了 它叫做around the corner cure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就是經常說這句話 暫時還不行 我們走多一步 轉一轉彎 就是看到就會這樣了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一回事呢 好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 所謂叫做文明國 就是發展中 發展國家的成績 好了 我們看看真正癌症的數據 看看吧 我們用的是用美國的數據 為什麼用美國的數據呢 因為美國可以這樣說 在醫學上 我們是全世界屬於最先進的 還有美國是這些 我們醫學檔案的記錄 癌症的記錄 是比較齊全的 所以我就用美國這個數據 可以這樣說 由1971年到1991年裡面 其實美國人死在癌症 只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在過去十年裡面 我這份資料是大概2004年的 一份雜誌 一份行物裡面的數據 那它曾經有一段時間 就似乎就是 癌症是低了少少的 過去十年 但是癌症的死亡率 在過去三十年 你說2004年之前 過去的三十年 是雙倍了 是更多的 通常我們遇到這些情況之下 在現在的大眾傳媒 醫學界通常就說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這些人長壽了 你知道 你越長壽 你越患癌 患那些所謂那些 退化性的病 包括癌症就越來越多 他用這個方法來解釋 那很明顯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年紀大的地方 就是長壽村的地方 全世界有很多 那些地方是完全一樣 是不會有癌症的 所以其實這種解釋 是一種假的 一種很誤導的解釋 那有一位醫生 叫Dr.John Baylor 他也是一個 在美國的 國立癌症機構 工作了二十年 他是一個國立癌症機構的 一個資深的癌症的統計 統計專家 那也是他一份 他那個國立癌症機構的 那個刊物的編輯 做了很多年 那根據他這樣說 他說 現在我們的癌症的死亡率 是每年遞增 他這個1985年說的 那他說 這些是一個真正的增長 即不是因為年紀大關係 他已經做過的統計 已經撇除了因為年紀大的因素 那他說這種情況 男症的死亡 可以這樣說 那麼多年來 是不斷增加的 那這個是1985年 那他在一份 American 在一個一個研會裏面的 一份報道 他說出來 那這個是1985年 他登了這個資料 那十年之後 他再重新再看回這些數據 他的結論就說 他說 我們雖然 我們過去是集中 我們的焦點 是去進行改善的治療的方法 那但是 可以這樣說 那個最終的結果 可以說 是一個失敗的結果 那這個是新英靈醫學雜誌 1997年 他登了這個資料 那這個是講美國 在英國來講 可以這樣說 那個男症的死亡率 一直遞增 直到19850年代尾 然後又減了少少的 但是呢 在同時 有些癌症 有其他癌症 是增加了很多的 譬如來講 在1964年 那個 前列腺癌 氏惠腺癌的死亡率 是大概3300個而已 1964年 但1998年 已經增加到8600個死亡 即是前列腺死亡的 而那些年輕人的癌症 其實也都不斷 每年遞增1% 過去20年來都是 那這個是 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 2002年 這些資料全都是 不是我們作的 一個醫學雜誌的資料 那為什麼現在的人 一直都在說 我們是贏的 這個癌症戰爭 那你看到呢 尤其是那些 癌症的慈善團體 那些籌錢 經常都說 捐多一點 捐多一點 我們現在已經有 很好的眉目 已經改善了 再差一點點就搞定了 其實你經常聽到這樣的故事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原來我們現在在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是開始 對癌症做一種叫做 C檢的步驟 即是Screening 即是檢查 早些做一些例行檢查 希望在這個情況之下 早些發現 早些治療 結果那個成就 即那個死亡率會減低 其實某程度上 其實它的數據是不斷得回來的 但問題是這一點 因為很多情況之下 我們那個 因為我們及早去做這個檢查 可能被你早幾年發現了 於是乎 我們那個所謂的存活率 是說五年的 我們不是說一世的 我們是說五年的 即是說 你原本那個癌症 當你被發現 然後五年之後 能夠更生存的 我們就根據這個叫存活率 其實是說五年的存活率 不是說一生一世的存活率 噢 當你早些去做這個探測的時候 有機會讓你早些找到 癌早期的形成 於是你做一些事情 接著那個病者 那個病人 是不是五年的死亡 是不是會減少 因為你早些發現 你本來這個癌症 可能要當你是十年時間的 由你初初形成到你死亡 是大概十年的 過去很可能 就在你第七年 第八年發現的 接著呢 還得了幾年 是不是 三四年 你就過了身 好了 現在你不是第七年 第八年去找到 你是第二年第三年找到的 那變成五年的存活率 似乎表面上高了 但問題是 很多這樣的病人 到最終呢 其實都死了 是 那就是說 只不過我們將我們計算的時間 是退了幾年 於是乎 令到五年的存活率 是高了的 那還有一個原因 解釋這個原因 就是呢 很多時候 我們以為是所謂的癌症 其實根本都不是癌症 即是說 你去割它也好 你去醫它也好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譬如好像有一種乳癌 我們叫懸位性的乳腺癌 Dr. Casinoma Encyto 發現呢 大部分這些癌的病人 根本就是不會死的 不會死這種癌的 而原來有30%的乳癌 是屬於這種乳癌 那所以其實是一種 數據上的假象 那但真真正正 是最終有沒有存活呢 其實那個數據呢 是死亡的人 其實是越來越多的 好了 我們看看 在1987年 當時有一位教授 是Professor Michael Baum BAUM 這個是英國首席領先的癌症專家 他當時推揚英國政府 要大規模進行那個 乳房的試檢檢查 是吧 那他最初呢 他對他自己這個 這個創舉 很滿意的 但是呢 他慢慢慢慢地 越來發現 越來越不妥了 那因為為什麼呢 他再仔細一點 去看看這個 那個證據 在過去15年來說呢 他發現呢 這些所謂 因為事件做出來的 好處呢 其實是一個 一個幻覺來的 一個幻覺來的 一個假象來的 那就是說呢 他最後發現呢 他很多時候呢 就及早發現 那個好處呢 減低了那個死亡率 不是代表呢 是真正那個癌的死亡率 是減低了的 OK 那他最後呢 那這位這位 這位自己下組研的 Michael Baum這位教授呢 最後他都開始感覺到呢 他說呢 因為這些這樣的 試檢的方法呢 是可能導致很多 無謂的切片檢查 Bioxy 切片檢查 還有呢 是無謂的手術呢 是導致那些人 是因此而死亡 就是說呢 你可能不鬥不理他 其實沒事的 那這個資料呢 在2004年呢 一個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這個醫學文獻呢 就是刊登了出來的了 好了 在同時呢 除於前列腺癌的問題 其實也相似的 那前列腺癌呢 我通常有一種什麼事件的方法呢 就是用一種叫做 PSA Postate Specific Antigen 就是一種測試這種這樣的抗原 就是前列腺癌 就是前列腺癌 特別的抗原 Antigen 那呢 就看看呢 我們可以由這裏呢 測到PSA的高低位呢 可以知道呢 到底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這個問題的 但是經驗發現呢 其實呢 這些這樣的測試呢 是沒有測試更好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發現呢 我們是沒有足夠 沒有任何的資料 是顯示 做這些這樣的PSA 這些這樣的測試 是救到救到命的 那很多時候呢 因為這些這樣的測試 是被測驗到你的PSA高了 於是就開始做一些手術 或者切片手術 而這些東西呢 本來沒事的東西呢 是結果呢 可能還死亡 都因此而製造了出來的 那麼好了 另外一位耶魯大學的報告 他很清晰講過 他說呢 一般性的這些詩檢呢 是可以這樣說呢 是對一些 其實那個殺傷力不大 就是那個前列腺癌 其實殺傷力不大 大概一百個人裡面呢 可能是有三個五個 是會有因此而死亡的 而大部分人呢 你前列腺將大疾症 有前面性癌呢 其實他都不會死的 那因為呢 你是做了這些詩檢呢 那你測出來呢 這個PSA高了 那跟著呢 去進行治療呢 治療呢 是引發死亡率 更高過他 你不去鬥他 醫生呀 我想問一下呢 之前我聽過呢 說切片抽樣本 驗癌症呢 是會誘發這個癌症的 是否有根據的 其實呢 在醫學雜誌上呢 也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呢 是發現呢 這些這樣的所謂的 Biopsy呢 是會本身會製造癌症的 那我先說回那個前列腺的問題 那如果你做了測試 那發現呢 PSA是陽性的 那就是有癌的活動 那開始呢 那他下一步呢 通常呢 就開始抽那些組織 那他用什麼 他抽組織是怎樣呢 他不是一個地方抽的 他有12個地方去抽的 即是讀12個地方 你想想一下 前列腺已經不是那麼大的 是不是 那你還要由12個地方 來讀穿他 由那個尿道走進去 來抽取這個樣本 你說12個地方去做的 那所以呢 這樣的程序呢 其實呢 不是說沒有危險的 原來大部分病人呢 因為這個程序呢 是出現了 是嚴重的劇痛 20個percent 做了這個程序 這個手術 而15個percent 是因此 是變成性無能的 15個percent 因為做了這個 是變成性無能的 那當然 這些這樣的檢查 雖然你說用了12個地方 去抽樣本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 其實都不準確的 因為很多時候 你也都 因此是找不到的 其實有癌的細胞 其實你也都未必 未必找得到的 OK 那好了 那在大概50年前 那就是我用那個 醫學雜誌 Journal of Urology 1953年呢 曾經有個個案 發現 前列腺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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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這種 抽樣方法 是令它擴散了 嗯 它本來沒事 是擴散了 這個呢 在醫學雜誌呢 1953年已經發現了 那麼其實雖然 大家已經知道 這個危險了 但是醫生呢 是繼續照用這些 這樣的方法的 好了 到1989年呢 在Journal of Urology 《秘療學》那個醫學雜誌裡面呢 其中有份報告了 就是講一個 美國的很大型的 軍事的醫院裡面呢 是發現呢 這些這樣的抽樣的檢查呢 是可以這樣說呢 是每一百個人 進行這個手術呢 是有一個人被殺的 哇 即是有 即是一百個有一個 因為總之是死亡的 好了 那這個講過前列腺啦 那乳腺那個抽樣呢 其實都很常用的啦 其實是有一個子嗎 那麼就是說呢 你でも看到ala 情况的資料呢 你看到呢 5个女性因为做这样的检查是出现乳癌 本来没有的是出现乳癌 这个也是2001年 Actor Radiology Supplement 那份医学集结公布了出来 其他譬如胰臓癌、肺和肾的抽组织 其实也可以是散播的 散播癌的 还有其中最危险的就是肝方面 肝抽组织增加癌的散播 每6宗是有1宗的 你可以看到是一个这么危险的工作 但医生今时今日肿瘤科的医疗 仍然是继续建议人们要做这些 你知道医学上有一个隔禁就是说 第一不要伤害病人 那为什么切除手术是会致癌的? 其实有什么原因? 其实跟大家也说过 曾经所说的Michael Bond这位教授 其实他做了很多预防治随的手术 外科手术 是他说出来的 他说很多时候 本来一个良性的 一个所谓叫做无伤大外的手术 很多时候是会增加癌的出现 或者是复发 甚至乎是导致死亡 那原因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开刀刺激到这些情况呢? 好了 他发现原来在我们的切除任何手术里面 我身体一进行一方面的手术 我身体的正常反应 就会制造很多新的血管 叫Angiogenesis 我身体有些血管切除了 有些组织切除了 那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 我们的身体为了自救 就立刻制造很多新的血管 那这些新的血管的形成 可以说是导致癌的生长和扩散 那这个是根据哈佛大学里面 一位研究人员 Dr. Judah Folkman 是他提出这个样子 那Professor Bond也发现了 也是同样的情况 他说通常呢 当你做了一个手术 撤除了一些血管之后 在周围的身体 就会产生多些新的血管 来做一种维修的工作 那这种这样的新的血管 形成呢 也都很多时候呢 是帮助这些癌细胞 是去蔓延到一些软一点的地方 软方的地方 那就是说呢 你给了他的他的通道 那给他血液的通道呢 那这个这个的现象呢 是叫做呢 叫做 Angiogenic Switch Switch 即是一个制 开了一个制 Angiogenic 即是血管真身的制 被打开了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因为呢 是我们的开刀的手术呢 是做出这个的 促成这个的 血管真身的制 是打开了这个制 那所以可以解释到呢 那本来一个 没有事的或者沉睡了的 没有发作的癌症呢 是因为这个的制 被你打开了呢 就开始呢 就醒了 即是换成了 之后呢 成为一个很杀伤力的疾病了 嗯 明白了 好 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 那稍后回来继续 我们的题目 癌症的战争 我们平时喝的水 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氯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今集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的题目继续是癌症的战争 除了刚才袁医生所说的开刀之外 那电疗其实是否有很大的问题呢 其实我们在医学 现时的所谓西医的主流医学 通常用一些高辐射度的剂量电疗 当然会令所有细胞都会致癌 但他们的说法就是 因为癌细胞是比较活弱的 所以他被杀的机会应该是大一点的 希望我们就集中来对付那个流种 令到他杀死了一些癌细胞 剩下的有机会生存 好了 但问题呢 我们发现是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 譬如他发现在乳癌的病人里面 如果他用那个放射性的治疗 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女性 是会最后出现肺癌的 那你知道了 肺癌是差不多 就是一个死亡率非常之高的 那这个资料在哪里呢 是MEDICAL AND ONCOLOGY 1994年的 这篇医学雜誌 是刊登出来的 那也都发现 有很多情况 有些女性 用这些放射的方法 是会即时制造新的癌症的 有一种叫做 比较上罕有 但是呢 是很厉害的 一种致命的 叫做ANGEL sarcoma 一种肉瘤来的 一种血管肉瘤来的 那ANGEL sarcoma的死亡率是很高的 那尤其是呢 是被接受过乳癌的那些女性呢 很多时候呢 是容易出现这种这样的 就是杀伤 就是那个杀伤力很高的 的肉瘤的 那所以你看到呢 在我们过去呢 就其中有一个研究 在那个针刺核 20000年的那份报告呢 他就发现 他比如是 就是 检讨了成二万个以上的 乳癌的病人里面呢 发现呢 在短短两年之间呢 放射性的治疗呢 是可以说呢 是杀的女性呢 是多 百分之二十一的女性呢 是多过她能够治疗得到的 嗯 那就是说呢 死 杀死的女性呢 是多过救度的女性 百分之二十一个百分之二十一个 是死在这些这样的治疗 多过她能够治疗得到的 OK 好了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肺癌 是吧 她发现呢 在肺癌来说呢 这些这样的放射性治疗呢 是绝对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那在两年里面呢 她们那个 被一些 就是 没有接受 那个电疗那些病人呢 肺癌的病人里面呢 接受那些呢 她那个死亡的危机呢 是 是高过二十一个百分之二 被一些 没有用这个方法治疗呢 是高过二十一个百分之二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用对乳癌来说 是死多二十一个百分之二 对肺癌来说 亦都是死多二十一个百分之二 因为用这些这样的 那个放射的方法 那么当然呢 任何的放射呢 亦都很多的副作用 那包括什么呢 包括疲累 嗯 嗯 作呕作门 那 那 那 还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骨髓那方面 有受到破坏 那 那 导致我们的骨质松疏 和关节的问题 那 那 那 还有呢 很多女性呢 就因为这些 这样的化疗呢 是出现很多的伤残 痛楚 那 需要很多手术呢 去到维修它 对付癌症 除了开刀切啦 用电疗去烧它啦 那 那最后那个阶段 通常我们都会用化疗 用些化学毒物啦 例如是打针 这样去对付癌症 那 那其实那个问题在哪里呢 其实呢 读开癌症呢 一样呢 都是不行的 都是不行的 那这个第三个武器 那 他们的假设都是这样 希望呢 就 那大家 cartridges 直接 把它刷掉癌细胞啦 因为癌细胶比较活弱一点的 那 那么可能吸收呢 吸收这些毒药呢 是会快点的 那 那 其实我们现在所用的 这样的化疗药呢 是主要呢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呢 是一种 是一种杀人的武器來的 是一种叫Master gas 是一种戒窥的气 是一种气体 是很毒的 那 所以在医院里面用的时候呢 那些医护人员呢 都要穿补衣服的 就不是这样这样用的 那 但你知道啦 很多人都知道副座是很厉害的 但无奈,有些人好像觉得 怎样也好,我要近一近它,捱一捱它 希望有奇蹟出现 其实很多人都很知道 那个化疗药的问题是会令到人很辛苦的 很有趣,在1986年 在加拿大,可能在麦娇大学里面 有一班刘总科的医生 他做了一项的调查 他问这些肿瘤科医生 关于一只化疗药 他说,如果你有癌症 或者你家里有癌症 你会不会采用这种化疗药呢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 好像87%的医生 都说是他们不会自己用这种化疗药 很明显,其实用这些毒药 化疗、电疗 其实是绝对是没有令到 这些乳癌的病人 是那个存活率是增加了的 只不过有时候,没有用这些东西做 大家也认识了 我们的Beatles Beatles是Paul McCartney Paul McCartney的太太是Linda McCartney 其实他当时也患了乳癌 那他也接受了 是用一些很高 很剂量的化疗药 那结果很明显 是当时很快就过了身 那在当时他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针刺雜誌1999年 就已经有份报告 说明这些高剂量的化疗药 是可以这么说 是会杀死了百分之八的 即是百个百分之百的病人 但是是完全没有什么效益的 那么其实当时 这个乳癌已经说了出来 这些化疗药 高剂量是没有用的 那么结果呢 Paul McCartney 还有另外一位 是Penhouse的publisher 那么他有一个太太 可能女朋友 都是因为乳癌 是被这些西药弄死了的 那么他当时也都 就是呼吁那些人是 他好像想告的 告医学界的 那么用这些这样的 已经精神都没有下一个方法 怎么用呢 那在Penhouse的雜誌 应该在有一段时间 他有一系列的文章 是Gary Noe Gary Noe Gary Noe是一位 很出名的作家 他写了很多关于健康的资料 那Gary Noe就帮Penhouse 写了一系列 就是几十篇文章 那个名字叫做 Medical Genocide Medical Genocide 就是医疗的大屠杀 那么说很多很多 这些工具是智人于死地的 好了 那么其实这些问题 已经很早知道的了 已经很久很久 已经知道这些问题了 比如1992年 有一位德国的 癌症的专家 Dr. Eurik Abel ABEL 那么他分析了很多的研究 都发现 根本是没有任何的 直接的资料 显示 这些化疗药 是可以加强 可以增强 那个美其 癌症病人的存活率的 根本就是没有这些任何的资料的 但是呢 有些什么 为什么他们会继续做呢 因为他们通常 他就说有没有反应 反应叫Response 有没有反应 反应就是说 你做了这些这样的治疗 那么就令到 癌细胞 缩小了 有反应 其实就是缩小了一点点 这样 其实不用缩小很多的 缩小了大概 10-20% 都叫做有效了 那么 其实他只不过就说 这种这样的化疗 是令到 那个 癌细胞 是有反应 就是缩小了 但是呢 有反应缩小了 不是代表那个人的病人的生活质素呢 是是是改善了 或者他的那个寿命呢 是加长了 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就是 可以这么说 是一个 一种骗人的技巧 那么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么很多医生呢 都是就当一种 有反应率呢 就当是一种 有一种有效率 其实完全都 是不应该是这样去看 这样东西的 好了 那么另外一个 调查 那么这个也是美国的 美国的研究 那么在1978年左右 那么有一个 Charles Mortel 是一个 那个Mayer Clinic 很出名的 全世界的 那个梅尔 那个诊所 在Minnesota的Mayer Clinic 那么他对那些 腸癌 直腸癌的病人 是作出来的一个研究 那么当时呢 他们用一种 一种药 化疗药 叫做5FU 就是最上用的了 5FU 就是5FU 5FU 5FU 这种化疗药 那么 这种化疗药呢 是很明显 对治疗的病人 那个反应率 就是有缩细 是大概有10到20%的 OK 那么这些 这样的反应呢 通常呢 就是局部 和很短暂的 有这样的效果的人 是属于好少数的人 但是呢 都大部分人呢 其实呢 没有这样的好处 就是连那个癌 那个细胞缩 都没有的 OK 这个呢 已经在早年呢 已经发现了的 那么 虽然呢 我们知道呢 这种药 5FU 本身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一种 一种 卖蛇油 我叫做 crackery 一种 snake oil 本身根本是无效的 但是 饮完之后呢 有另外一种新药 叫做 XELODA XELODA 当是一种新的化疗药 那么呢 这种化疗药呢 其实呢 和5FU 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这种ZELODA 在新层代謝之后呢 就会变回5FU 那为什么会经常有这种新药呢 往往都是这样的 旧的药呢 是有个专利 专利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其实它就没有了 那它就会制造一些所谓新药 其实新药呢 其实呢 就是救平新药 都是那些 就是那样东西 那你可以看到 那 那么 最近呢 就有一位美国的癌症专家 Dr. Robert Wittes WITES 他曾经说 他希望 我们在 跟着的十年十五年里面呢 我们的医疗那个 那个 那个发展呢 是会令到我们 明白到呢 我们现时 这些医的 那个 开刀啊 割啊 烧啊 毒啊 可以这么说呢 是一种 中世纪一种 这样的 一个 古老的 一个残疚的医疗方法 希望那些人会醒过 那 但是会不会呢 但目前为止呢 都暂时呢 还不觉得这个现象出现 那 袁医生啊 那其实 最大的问题 出自在哪里呢 其实呢 我们要了解问题呢 我们要了解呢 那个金钱的去向 where the money goes 原来今时今日呢 其实呢 现在呢 很多人呢 是靠癌症搵食的 就是 靠癌搵食的人呢 是多过癌症的病人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 万一我们有一种方法呢 是很彻底 很简单的 是将癌可以根治的话呢 其实很多人就会失业的了 是啊 那我和杜耳廷都大家介绍了一本书 大家有机会上网去 可以买得到的 就叫做Politics in Healing Politics in Healing.com 那这里呢 就有本书呢 其实他整个网站买了一本书的 那这本书呢 就介绍了十种有效的医癌方法呢 是逐个逐个是被人打压了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医癌是一个很大的企业 在美国 在英国来说 在外国呢 很多这些这样的 所谓慈善团体呢 是可以这么说呢 他们这些是 差不多全世界最有钱的慈善团体的 那譬如那个 英国那个癌症研究 那个团体呢 叫British Cancer Research UK 他们每年呢 是筹到多少钱呢 差不多筹到三亿万磅一年 那这些钱是用什么呢 大部分呢 是做所谓叫做科研 还有很多些 临床的那些 那些 那些研究 癌症研究 但是呢 做了那么久之后呢 其实有没有 有没有任何的 就是 就是突破呢 可以感觉是没有的 那为什么没有呢 由其中188个 所谓叫做 临床的 研究里面 差不多大部分呢 都是继续用上化疗 和电疗的 只有一个呢 是看一下那些 饮食方面的 有没有帮助 第二个呢 就叫我们那个 冥想的 叫做 Guided Imagery 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 松弛的方法 其实这些方法 已经是很久的 历史的了 已经证实做了很久的了 好了 现在的催生 他们的取向就是这样 他们呢 现在就是要看那些 我们所谓叫做基因 是吧 就是看基因 他现在在研究呢 癌症呢 是否有哪几种基因 是引发的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 发明一种药呢 是将这个基因呢 是将它那个 就是改了 改了它 就是让它基因呢 是释了它 释了基因 那么这个癌症 就会搞定了 那么表面看不就好像很简单呢 但是到今时今日 你看到呢 完全这方面呢 完全没有任何的进展 那原因就是这样呢 癌症呢 根本就不是一个基因的病 就算你有的 你有个基因这个问题呢 就是和你的癌症是没什么关系的 癌症呢 只不过是一个正常的细胞的分裂 是因为我们的环境的变迁 比如一个低氧的环境之下 或者毒素多内聚 或者很多压力之下呢 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细胞呢 企图呢 是变造一种另外一个方法来生存的嘛 所以癌症呢 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的癌细胞 癌细胞之所以出现呢 就因为我们的正常细胞呢 要求全 是一个恶劣的环境去求全嘛 那我才会出现这个 这个这样的癌细胞 那所以呢 处理这个的手法呢 就不是说要去杀癌的细胞 是要将我们的整体那个环境 啊 导致这个癌细胞 求全的恶劣环境呢 是更改了它嘛 嗯 做了这个呢 我们已经才可以彻底可以医到 那个癌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问题 已经有很多方面探讨过了 明白了 最近有本书很流行 叫做癌症不是疾不是病 那其实癌症究竟是什么呢 好了 那这本书呢 就是翻译了的 叫做 Cancer is not a disease 那个作者Andrea Morris 那我所有 我处理的癌症病人呢 这本是一本书一定要看的 嗯 因为大家要了解 到底癌症是一回什么的事呢 那其实呢 癌症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一种我们叫做 灵性上的危机 只不过我们身体呢 是因为在我们的灵性中 有一个叫做 无望无助的状态呢 我们身体呢 是先出现这种这样的反应的 嗯 他当个人呢 如果他是迷失了方向 失了他的信仰呢 可以这么说呢 是慢慢慢慢地呢 我们身体呢 就开始呢 就就出现这种这样的 所谓一种自杀的反应来的 那好了 那癌症曾经所说呢 其实癌症是一种身体的一个警信 就是说呢 我们身体的 我们那个病人的 本身的那个生活 那个精神状态呢 是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有毒害的问题 那癌细胞呢 就才会易变成出现的 那所以呢 在处理我的那个 那个癌的方面呢 其实呢 最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要他 一种自省自觉 自己好好地看下呢 他自己过去的 过去一生里面呢 是发生过什么事呢 是令他呢 是这么无助 这么无奈 那所以呢 有一种情况 有些医生呢 哎呀你有癌症 没什么做得了 开心心继续玩下去 那样 就是继续好像照顾那样生活呢 其实这个是非常之不治的 的说法 那原来最近的发现呢 其实呢 我们患癌的人呢 就有一种患癌的性格 那有一位 诺贝尔奖的得主 那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呢 那他有一次被人问他了 其实呢 有些什么的方法呢 有些什么的药方呢 对付癌症呢 是最有效的呢 那他的答案就是呢 一个乐观的性格 一个乐观的性格 那在近年来呢 那在近年来呢 很多这方面的专家 心理学家呢 那有一个叫做 一种癌的性格的 那有两种呢 癌的性格 那一种呢 就是说呢 有些人呢 就是很难输涉他自己的情绪的 那这种是第一种性格 那第二种的性格呢 那些人呢 很倾向呢 是出现一种无助和无望的 这种这样的状况 这种感受 那他形容这种人呢 叫做Type C Personality Type C Personality 那这种人呢 就是在德国呢 有一位癌科的手术的医生 Dr. Ricky Gierhammer 那他研究了过二万宗的癌症病人呢 发现呢 大部分人呢 他都是有一种 未曾被了结 未曾被 被那个崩解的情意结 嗯 才开始有癌症的 那所以呢 他结果呢 他就放弃了 用开刀手术的方法呢 是用那种Psychotherapy 是那个心理的辅导 心理的治疗方法呢 他发现呢 他的成功率呢 是竟然呢 是远远好 过他以前用开刀的方法治疗癌症的 嗯 那我们到底有些什么 自然的方法 可以处理到癌症呢 好了 那我们很明显 我们要了解呢 任治疗病呢 要求根源 一定了解那个问题的根源 是 那在我们的治疗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呢 第一 有在 即是现时今时今日呢 在自然医疗处理癌 是非常之成功呢 第一个呢 都是改我们的性格 和我们的情绪的恩怨 是 你过去有没有出现这些 我可以叫做 情绪的创伤 那一定呢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 未曾被清解的 或者 unresolved的 conflict 就是 矛盾 那这个东西呢 首先要做的 那在外国呢 除了Dr. 除了阿玛之外呢 有很多其他的医生呢 都是用这种方法去处理的 第一件事 就是一定是情意 情绪那方面一定要看 第一 当然呢 是我们的饮食方法 那我们香港人呢 都认识过 鲍威疗法 因为香港也有很多些 人呢 是写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那用那个 就是阿玛子油 混合口知识 那各心疗法呢 也都很多 因为中文的书籍呢 反而的书籍 也都相当之多 那他们主要是用什么 用一些 raw food 生机饮食 那周县长呢 在这方面呢 都做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的了 那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叫stockholm protocol 其实很多很多 我只不过给一些例子 那他就用一些 就是Co-enzyme Co-Q-10 来做的方法 那你知道了 那最近Co-Q-10 又被作列为 当是什么 当是西药了 永远都是这样的 当有一种自然的工具呢 是被发现呢 是有很大的作用 很大的帮助的时候呢 他就即时就被人 就当为一种药物呢 是禁止他的销售的 这个是一个 很黑暗 很可悲 但是不断在发生中的了 所以同大家说呢 你看过Politics and Healing 那本书呢 你会看到呢 这些东西呢 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真真正正要醒过 是为自己做多些东西了 好了 那毒素是一个因素 所以在我们的治疗里面呢 我们一定呢 就要帮手排毒了 是 OK 在我们的诊所呢 我用体质水疗 用那个碗腸水疗 是 亦都用那个淋巴的推动 还有一个是那个清肝胆 那这是个基本基本的 排毒的方法 那当然呢 如果你口腔里面 有很多些水疗 或者很多做了很多 倒牙根呢 发现呢 有很多人呢 有这个是一个毒素的来源 你一定要将这些 这样的水疗 和那些 倒了牙根的毒牙 是一定要拔走的 那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用梳打粉 梳打粉浸肉 是将身体细胞的 过酸的毒素是排解的 那也有时候呢 用梳打粉 混合那个 黑椒糖 亦都是一种 一个很简单的 治癌的方法 那还有呢 是那个 红外线的桑囊 好了 那还有呢 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呢 是可以这样说呢 是直接是帮助我们 处理那些癌的 有一种 用电疗的方法 也有些人呢 就用一些高温的疗法 那所以 为什么我们用 发烧有帮助 因为 其实高温之下呢 我们的身体的 个癌细胞呢 我们白血球呢 是对付那个 癌的力量是大大增加的 那在外国呢 也都叫做 有些叫做 有种特别的 癌症的 疫苗 专门是 用来对付这些 癌症 成功率也都相当高的 那当然呢 这些疫苗呢 和我们一般的 所谓的 那些死亡的打疫苗 是两回事 大家要小心一下 就是我们的 立场国 看到呢 其实很多这些 过去的疫苗注射 是很大的问题的 那也都用了 电疗的方法呢 有一种很简单的 电疗方法呢 是用一些 低 就是低 voltage 很低的电疗呢 那一个很简单的 机器呢 就粘在手腕那里 那手腕当面呢 有植物 有动物 有主要的动物 会经流过的 那他们就带这个 很简单的 低低波的电疗器呢 是帮助你 是消除这些 身体细胞里面的 那就是说呢 也都可以用这种 这样的方法 好了 另外一位教授呢 Dr.Panel Papas 在雅典的 那他用了一种 Electromagnetic Race 是一种 一种电磁场的方法呢 是增强身体的 那个电压 那个细胞的电阻 来到 来到治疗这个癌症的 那这种方法呢 其实在以前 在澳洲 Perth 都有医生 有医生 有医生 那传媒当时也都报道过 跟着又攻击他 那他都都成八十多岁了 他可能已经退休了 那但其实这种 双子的方法呢 其实呢 是很多地方呢 都是有用得到的 那所以呢 大家真的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呢 就可以大家一起去 去找一找 在各处有些什么的 这方面的工具 那但我跟大家介绍 那本书呢 就是 《Politics and Healing》 那这本书里面呢 其实呢 介绍很多好几种方法 那 有几种方法呢 就似乎呢 就好像已经被打压了 可能都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但有机会 他已经走到地底 其实还在那里 那大家可以呢 认识了之后呢 可以再去想法去尋找 那也都有些方法呢 其实呢 那些医生呢 还在那里的 那些美意uri上靠 只能够加 TIER 每天都是说 这样的那些东西uan 那些东西找到的 最近的那个医生啊 如果和这些东西丝 puts member here 的人 处理过的化疗 你知道化疗的问题 化疗本身的伤害力很大 但是原来有些医生发现 如果你用病人用胰岛素 去预备了他的接受化疗 令到那些癌细胞是很敏感的 于是乎你用化疗药 可能用十分之一的糖果 那个剂量就已经足够了 这个也是在欧洲 在德国有很多这方面的工具 可以帮大家去处理它 那就是说 治癌的方法其实非常之非常多 很可惜是因为我们的医疗制度 是将过去有些有效的工具被打压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要 大家要醒觉 希望做多些事 尋求多这方面的资料 Politics and Healing 这本书很值得看的 还有癌症不治疾病 Cancer is not a disease 所以我是正常介绍给大家去参考 OK 今集好多谢袁医生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回寻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袁医生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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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